杜利沙梅已经开始掌舵英国脱欧之船 大国已在2019年离开欧盟 在保守党年度大会上 首相宣布 她将会在2017年第一季度 开始脱欧进程 她还暗示 正在带领英国走向强硬脱欧 美女士的团队否认了英国将退出单一市场 说她想给英国公司最大程度上的自由贸易 以及在单一市场的运营 但是不是允许自由流动和接受卢森堡的管辖 尽管这是英国第一次真正对英国脱欧 做出下一步的指示 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 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凯洛林费尔贝恩 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首相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按时的 但是别的方面的答案也紧急地需要加快处理进度 对于企业来说 无法继续在一些未知的领域继续经营 政府如果想要保留谈判的底牌的话 就需要明确地和英国大多数的重要合作伙伴说明 企业在雇佣驱动增长 所需要的人员方面应该如何应对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首相对于英国脱欧的强硬立场 清欧自由民主党领袖蒂姆法伦说道 梅刚刚确认了我们将会强硬退欧 此举对于英国的就业企业和经济来说意味着灾难 英镑已经对强硬脱欧有所反应 在首相媒的言论发布后 大洲早盘对美元下跌0.5%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了下跌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本周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